最近 你还过得好吗 我们每个人 生活在不同的城市 只有在夜晚的时候 心也会变得越来越脆弱 你一定有很多故事 很多话 想要去找一个人 诉说吧 不妨把你的故事 告诉兰兰吧 让我们一起 把感动传递下去 好了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 电台故事啊 是采用PPT的形式 图文说话 名字叫做 对不起 我不等你了 稍微等我一下 对不起 我不等你了 我一直觉得 幸福的感觉 就像层宽 留着以后又 会幸福感爆棚吧 于是 很多事 我都习惯于 等等 再等等 因为那样 就会很幸福 但 事情总和想的 不太一样啊 比如 我在商店里面 看见一条裙子 我想象着 我穿上它 一定很美 很漂亮 可是啊 这条裙子 有三千多块呢 三千的大洋啊 那 我想 等我有钱了 再来买吧 等到 发工资的时候 我第一件事 想到的就是 去把裙子买下来 犒劳犒劳自己 但是 当我再次来到商店时 它已经被别人买走了 再比如 爷爷奶奶 给我打电话说 奶奶给你做了 你最爱吃的鱼 来吃饭吧 我却说 等我有时间吧 今天 要加班啊 再次 接到爷爷奶奶的电话 我又说 今晚上 约了朋友 等下回吧 然而当我终于 有时间的时候 爷爷 却已经先走了 只剩下 我跟奶奶 相依为命了 说好的下回 有人却永远没有等到 我开始怀疑 幸福 真的 可以激赞吗 后来啊 我谈恋爱了 我的男朋友 总是很忙啊 他经常说 你等我把这个项目 买完 我就陪你 等我考过级 就去找你玩 宝贝 等我工作稳定了 就去看你 嗯 那 我就想啊 或许 等以后 就好了 吧 然而最后的最后 他还是离开了 多深的感情啊 还是不了了之地 断了联系 时间 是永远往前走的 它不会为我们 重新地播放 等以后再幸福 人生的每个瞬间 只要错过那一刻 就会永远消失 日子还是要继续的 终有一天 我会穿上假衣 或许新郎 不是他 从那时起 我就知道了 幸福啊 现在 现在我就要幸福 世界上 再也没有彼得 更坑人的了 其实啊 我只是想 等我变成更好的人 再来配 更好的他 可是老天 绝不会百分百 按你的计划发展的 有些时候呢 随心 随性 享受现在的幸福啊 就真的幸福了 因为人生 真的太短暂了 有句话 是这样说的 摘不到的星星 总是最闪亮的 错过的电影 总是最好看的 失去的爱人 总是最深爱的 那为什么 不好好的珍惜 现在呢 为什么要伤害 一个爱你的人呢 关于爱情 不要认为 后面还有更好的 因为现在拥有的 就是最好的 不要觉得 我还年轻 可以晚一些结婚 要知道 爱情是不得年纪的 不要因为距离太远 而放弃爱情 因为啊 它是可以和你一起 坐火车的 也不要因为 对方不富裕 而放弃爱情 我相信 只要不是无能的人 勤劳 是可以让你富裕的 所以啊 别等一个 你等不到的人 伤一个 你不该伤的人 爱一个 你不能爱的人 幸福 就是活在当下 把握现在 故事的内容 不在于说故事的人 而是听故事的你们 远听小蓝讲故事的你们 珍惜眼前人 幸福地度过 每个夜晚 跟你说晚安 这是一个 教育我们呀 一定要珍惜 眼前人的故事 不要让自己的生命 留下遗憾 每天晚上 男儿都会在 直播间 等着你们的到来 让我们一起 不要为生命 留下遗憾 一起来 传达 类型的故事 男儿是一个 跳舞的主播 但是呢 也非常喜欢电台 希望 男儿之声音 能够温暖 你们的心灵 传递出一份温暖 我就真的已经很满足了 感谢大家的收听啊 下期 我们再见吧